广交会的入口处,意外地出现了王一博的证件照作为样板,仿佛成为了那里的招牌。 近期,广州的交友盛会拉开了帷幕。 然而,如果不是因为王一博的涉及,许多并不深入研究进出口贸易的网民可能会对此一无所知。 这样的活动通常目标群体非常明确,不是大众日常关注的焦点。 但有了王一博,一切似乎都变得与众不同。 原本相对冷门的跨境电商活动因为一个小小的细节成为了众多网友的关注焦点。 那就是在广交会的入口处,意外地出现了王一博的证件照作为样板,仿佛成为了那里的招牌。 每一位参与者进入时都能清晰地看到他的照片,无疑为这场活动增添了不少话题性。 更有趣的是,广交会上展示的王一博证件照展现出他独特的气质和形象,不仅端正而且颇有吸引力。 许多网友甚至评论,这张照片比王一博在ZIC摩托车赛事上的证件照还要出色,更具魅力,可见王一博的影响力之大。 王一博的影响力已经远超国界,成为了一个国际化的现象。 在泰国,他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的流量小生,更是被当地人民所喜爱的国际巨星。 正建照被用作泰国的全球模板,这样的举动足以证明泰国人对他的欣赏和喜爱是多么的深厚。 这种认可和喜爱不仅仅是表面上的。 无论是在泰国的热搜,还是在王一博到访泰国时的高人气,都表明了他在泰国有着无与伦比的吸引力。 这样的国际影响力,无疑使王一博在全球范围内都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可,成为了真正的国际巨星。 这无疑证明了王一博的影响力已经不仅限于娱乐圈,而是扩展到了更广泛的领域。 当一个艺人能在专业领域的重要活动上,如广交会,被用作模板,这本身就是对他影响力的最好证明。 广交会作为国际知名的贸易展览会,参加者来自世界各地,涵盖了各行各业的业内人士。 这次将王一博的照片用作模板,无疑是让更多的国际朋友,尤其是那些并不熟悉娱乐圈的人,开始注意到这个帅气的年轻人。 对于王一博来说,这绝对是一次极好的推广机会,将他的知名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可以想象,很多不了解王一博的人,在看到他的照片后,都会好奇地去搜索他的相关资料,了解他的作品。 而对于已经知道王一博的人来说,看到他在这样的场合出现,也会感到一种莫名的骄傲。 王一博在娱乐圈的崛起,与其本身的才华、努力和职业态度是分不开的。 但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始终坚守的初心和对社会责任的承担。 在风光无限的同时,他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公众人物的社会职责,时常为社会的正能量发声。 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艺人,王一博不仅在娱乐领域表现出色,更是时常投身于公益,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无论是参与公益活动,还是在节目中传递正能量,王一博都为大众树立了一个积极向上的榜样。 他多次与国家合作,为特殊工作人群献唱,这不仅是对这些特殊职业的尊重和致敬,更代表了他对国家和人民的深深情感。 每次他为国家的重大节日送上节目,都能引发广大网友的热议和关注,这无疑加深了大家对他的喜爱和认可。 王一博的才华和努力,是所有人有目共睹的。 他在各个领域都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无论是在歌唱、舞蹈,还是演技上,他都为大家带来了很多亮眼的表现。 金鸡奖的提名,更是对他演技的一种肯定和认可,证明了他在演技上的成长和突破。 流量明星往往会遭到一些黑子的攻击和抹黑。 但是,王一博得到了很多中立网友的支持,这些网友不仅仅是因为喜欢他的颜值,更是认可他的才华和努力。 王一博的路人员不仅来源于他的外貌,还有他在工作中展现出的敬业态度和真实性格,都让大家对他产生了深厚的好感。 此外,王一博始终保持低调,即便是遭受非议,他也选择用作品来回应,而不是口舌之争。 这种成熟和稳重,也是他得到众多网友喜爱的原因之一。 正是如此,王一博的脸孔早已成为许多粉丝心中的标志性形象。 而王一博的照片能在广交会上被用作证件模板,更进一步证明了他的长相和气质受到了广大大众的认可和喜爱。 当今社交平台上,粉丝们经常用艺人的照片进行批图,展现他们想象中的完美形象。 而王一博,作为当前的当红炸子机,其照片在这些平台上自然也频频出现。 不过,广交会选择使用他的照片作为模板,这与他自身的气质和形象有关,也与他近年来在各个领域的出色表现息息相关。 王一博的长相,帅气而不失端正,又带有一种书卷气,这样的形象在许多人心中是极为正面的。 在广交会这样正式的场合中,选择他的照片作为模板,无疑也是对他形象的一种认可。 然而,这背后也反映出一个现象,那就是流量艺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们的形象、作品甚至言论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众的审美和价值观。 王一博作为这其中的佼佼者,其影响力不可小觑。 王一博这样的公众人物,长相和才华自然会成为许多人关注和讨论的焦点。 就像许多明星一样,他们都会受到两极化的评价。 对于王一博来说,他的外貌和才华吸引了大量的粉丝,但同时也有一部分人对他持不同意见或不太欣赏。 从王一博在公众场合的出现频率,以及他被广交会选为正见照模板这一事件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是正面的,而且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 事实上,正见照模板需要的是一个既具有代表性,又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形象。 王一博能够被选为这样的模板,也意味着他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 至于审美,这是一个很主观的问题。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审美观,对于某个明星,总会有人欣赏,也会有人批评。 但从大多数人的角度来看,王一博的确是具有吸引力和魅力的,他的每一次亮相都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最终,真实的才华和实力,才是决定一个艺人是否受欢迎的关键因素。 王一博能够在娱乐圈中获得这么高的关注度,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外貌,更多的是因为他的才华和实力。 确实,王一博被选为广交会证件模板,足以证明他的外貌和气质得到了公众的认可。 他不仅有着出众的颜值,更有一种独特的气场和气质,使得他在众多艺人中脱颖而出。 这种认可不仅仅来自于粉丝,更来自于公众和各大组织。 这样的选择无疑是对王一博的一种肯定和鼓励。